一打,这样一拳就打出去了 在我们上一个视频,练行一拳应该看什么书 提到了刘伟祥先生,这是刘其兰先生的儿子 我们在解析这个视频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容量的概念 很多学员朋友就问我那什么是容量 其实这个容量的概念就跟李存毅先生所讲的 明刚、暗刚、柔刚是一个东西 是指身体吞吐的能力 首先容量这个事情是正儿八经跟韩老师学习得到的一个启发 它大概意思就是在我们手不动的前提下 和人搭上手,手不动的前提下 身体能够位移的尺寸或者大小 其实我们无论是在推手还是练拳 我们有两种练习方法 那例如我们搭上手 在推手过程中 第一种解决方法是手动 大家看我的长方形 我们之前拍过视频 很多人练拳就长方形不动 靠手推手 对方往前推 那我手对方进 我退我引化 它是靠手去引化 那对方一进 我一退 那对方的手就指上你的脸 然后一拳打出来 就把你打晕了 包括带来的这种练拳的方式也是 咱们很多朋友 咱们的体验课说过 长方形不动 起钻 落皮 这个长方形都没有动 肩跨四个点都没有动 打拳 这是手动 当然我不是说这不对 它能够更好 就是你整天练习肩跨的变化 还不一定能出功夫呢 何况练习这种长方形不动的这种 行育拳或者是太极拳呢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里面动 用里面去划解 那里面去划解 那就得外边撑住 像外边的这个三角形撑住 里边去动 那对方再给我一个指挤 就给指挤就行 我手撑住 不让它进来 对吧 不让它进来 然后它还继续给我使劲 我身体去划 这是身体向后划 身体向左划 身体向下划 那实际上我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容量 去划解这个 它的一个指挤 如果一瞬间做完的话 一打 这样一拳就打出去了 所以我们这个划解 搭上手之后 不是靠手 手还顶着它 那我身体可以向后移到这 对方再给劲 我还撑着它呢 外边还撑着它呢 对方再给劲 我可以向下 它的劲就空开了 还可以向左 是吧 拳一束针中 李存毅先生所说的 刑医拳有这个明刚 暗刚和柔刚 什么叫明刚 我再搭上手 它想进 那我外边顶着它 里边也顶着它 就是我手腕向前 身体也向前 它能感觉到我有劲 它也进不来 但我也很难克制住它 这一般叫明刚 什么叫柔刚 就是我刚才的示范 我手顶着它 对方再进 但我里边画着它呢 我依然可以拉过它来打 外边撑着里边柔化 这叫暗刚 它感觉硬 但是它摸不着硬的 点在哪 还有一种叫柔刚 柔刚就是 一接触就旋转 一接触就旋转 就不给对方机会 把对方打横 或者是直接的进攻 这个的前提 就是你里有身法 像我们所战装 所要求的 就是很多朋友 他练拳 都是长方形不动 刚外边动 但我们要求的是 无论从战装开始 你的身法就要变化 这是我们付费课的内容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学一下我们的付费课 因为我们的方向 是和很多朋友 朋友的练习方向 是截然不同的 你试一试 就会知道有没有帮助 而如果我们回到 刘伟祥先生这个拳照 大家再看的话 就是你身上得有这个容量 你才能看出来 对方的容量 刘伟祥先生的拳照 一放 那无论是批拳也好 绷拳也好 龙形也好 各个形式也好 是我所见过的 手的外边提供支撑 腰胯进行圆转 他的胯的容量是最大的 在老前辈里面是最大的 当然 我个人以为 不一定对 那孙悦航先生是工整 他的一做就工整 到位 薛天先生也很好 但是 太中规中矩了 我现在的水平 还看不出来太多的东西 但刘伟祥先生的拳照 我一看就太猛了 例如我做一个三体式 很多朋友站三体式 都这样直挺挺的 那实际上在你手脚不动的时候 你的三体式其实是可以浮得很低的 关键你还不影响运动 你还能发力啊 抛拳 抛拳 所以你里边的 在手不动的前提下 我就蹲那么低 腿也不动了 那你腰块还能动多少 对吧 腰块还能动多少 你的腹部份还能灵活 在我们这个拳中 我们这个传承中叫容量 这正巴人是跟人韩玉老师学的 这是一个非常对我有帮助的一个概念